马歼医院的大厅旁就这样摆起了几个摊位 仔细看有各式的免费筛检和咨询服务 而另一头还有医生正在举办健康的讲座 原来是今天马歼医院举办的健康日活动 而配合9月份重阳节的主题 今天更是针对银法族的健康 找来复健科的主任 要教掌者们如何正确的运动来保持健康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中年人老年人 常会有一些心血管的运动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怎么样去注意心血管的问题 在运动之前需要考量什么 第二个运动是运动的部分需要注意哪些 很多的中年人很重视的是有氧运动 拉筋的运动 但是很忽略就是所谓的主力运动 重量的训练 因为重量训练之后肌肉会比较发达 所以经过肌肉训练之后 因为肌肉的发达 所以我们可以耗氧量增加 也可以减重 除了有医生和药师社团提供咨询之外 现场更需要免费的BMI 骨质密度 血糖检测 失智评估 癌症筛检 情绪彩虹等检测项目 丰富的内容也获得了许多参加民众的肯定 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 从我们平常疏忽的地方 一个个来检查 而且有这个活动可以提醒我们 来再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单水马杰表示 从这个月开始到年底 每个月都会选定一天来举办 这样的健康日活动 提供许多免费检测及咨询 还会针对不同主题 推出各种味教宣导 要让来医院的民众除了看病之外 更可以学习到各种医学尝试 为民众的健康来把关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